德法宝三国领导人绣团结 有两件事直到深究 普京或因此发飙 俄乌战争烈度空降扩大 大家好 我是乔英华 一今儿醒来 欧洲传来一个新闻 我看了一下 这个新闻很有意思 因为包含了两件大事 首先来说一下新闻 冰军美国政客新闻网报道 这几天都过总理说了词 在波林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以及波兰总理图斯克会面 对此报道指出 这次会晤可以被示威 德法宝在原污问题上分歧的一个借机 在这个新闻当中 德法宝三国着重谈及的是乌克兰问题 三国领导人均重申 将团结且坚定的支持乌克兰 当然口号是必须喊的 这是政治正确 但问题是 舒尔茨喊口号的同时 还特意提了一嘴 表示将动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 说产生的收益为乌克兰购买武器 用俄罗斯的钱去买武器 打俄罗斯不得不说 舒尔茨又在作死了 我相信俄罗斯那边收到消息以后 势必会震怒 在俄欧冲突爆发之前 德国可以算作欧洲最亲俄的国家 但冲突爆发以后一切都变了 尤其是北溪管道被炸以后 即被断绝了俄欧之间合作的可能性 从此德国转变成了反俄的国家之一 在我看来 舒尔茨究竟不露默克尔 他可能不清楚 德国越反俄就离欧盟独立自主越远 因为只有欧盟加俄罗斯这样的组合 欧洲才会有机会重新崛起 成为世界一击 此外德国越反俄就越移来美国 连国家安全都无法独立 这样的德国如何能够带领欧洲重新崛起呢 只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 反观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一系列的组合前 让我们眼前一亮 不得不说马克龙是有野心的 也是有能力的 马克龙最近做了什么呢 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当中表示 西方不排除出兵乌克兰的可能性 这话一出顿时在国际社会引发汉然大波 外界搞不清楚马克龙想做什么 然而在我看来 马克龙的做法是有迹可寻的 因为他表过态之后 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北约国家 纷纷紧急回应 目前没有出兵乌克兰的计划 言下执意 这是马克龙自作主张的言论 马克龙为什么这么做呢 理由非常简单 通过这种手段 可以揭开北约的劳底 让外界更加的看到 美国不敢出兵与俄罗斯正面交锋 在劳底被揭穿以后 马克龙继续打撞出兵乌克兰的旗号 拉拢了一帮有意对俄罗斯更加强硬的欧洲国家 比如说像飞兰 立陶宛等等 这样一来 飞化北约集团 抢夺话语权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在达成目的之后 这一次得发布三国领导人会晤 马克龙则强调了一句话 法国会坚定援武 但绝不会促使事态升级 当初说不排除派兵的是马克龙 现在说绝不会促使事态升级的也是马克龙 到了这一步 我相信大家都能看穿马克龙了 话又说回来 可以预料的是 无论是德法波三国的联合声明 还是数次的作势言论 都会激怒俄罗斯 接下来普京发飙的可能性会很大 因此俄军前线战争烈度恐怕会有所增加了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加评论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